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早安 早安 感谢神给我们今天这段宝贵的时间 我们可以一起来亲近他 好不好,请各位翻开你的圣经 不论你是电子版的或者是跟我一样的 是这样子的 我们一重来读今天要分享的经文 请各位翻开 《历代之下》第17章第一节 我们要读到第18章第一节 《历代之下》第17章第一节到第18章第一节 翻到了我们请弟兄念单数节 姊妹念双数节 我们把这段的经文念过一次 翻到了吗 如果有翻到可以告诉我们 在圣经的第几页 好,旧约553页 《历代之下》第17章第一节 好,我们请弟兄来念《历代之下》第17章第一节 请 亚撒的儿子约沙法接续他作王 奋勇自强防备以色列人 安安是军兵在尤兰且天空城里 又安安是军兵在尤大帝 和大护亚撒所得的 因底完把人禅中 约沙法与约沙法同在 因为他行他主大卫出行的道 不徐求巴黎 只徐求巴黎 祝求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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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约沙法 鉴定他的国 由大众人给他进贡 约沙法 大有尊荣之才 他大奉勇自强天华的道 并且从尤大之较有些 又是很可恶 他作王第三年就差遣 臣子变 亥伊勒 二巴迪 沙加利亚 拿弹业 米盖亚 往尤大各城去教训百姓 同时他有利为人 是亚亚 米盖亚 西巴黎 米盖亚 他们带着耶和华的律法书 走遍尤大各城教训百姓 有些费利士人与耶沙法送礼物 纳共饮 阿拉伯人也送他公绵羊七千七百支 公山羊七千七百支 他在犹大诚意中有许多功臣 又在耶路撒冷有战士 就是大人的勇士 他们的十五万个中族 这下的项目 主带大诚意中心 帝国大人的勇士三十万 其次是前部长约哈纳率领大人的勇士二十八万 其次是西医平里的和尘医亚的士兵 变阳明族是大人的勇士 以利亞大率領拿弓箭和盾牌的二十萬 其事是以利亞大率領域的十萬 這都是事後王的 還有王在猶大全地監護者所安置的不在其內 十八章第一節請姊妹 冤架的法大有孫的侯子才 就以利亞大率領域結清 好我們聖經面到這邊 我們一起來禱告 把以上的時間交給神 愛我們的父神我們再次來到你的面前向你獻上感恩 謝謝你讓我們在主日的時候有你的話可以聽 我們在這裡選擇 不一樣跟不認識你的人做不一樣的選擇 我們選擇在神你的店中聆聽神你自己的話 神你幫助我們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 讓我們可以效法瑪利亞一樣 我們選擇那善好的福分 就是坐在神你的腳前聆聽神你自己的話 我們就恭敬的將以下的時間交托在你的手中 請你親自來帶領我們今天的時間 讓今天的時間是充滿了神你自己怎麼樣的時間 你也預備我們自己 在座每一位弟兄姊妹的心 讓我們可以聆聽神你自己的話 讓你自己的話成為我們弟兄姊妹的幫助 所以聆聽我們的禱告是通告的 就主義是基督的聖明 Amen 好 今天我要跟各位分享這一段聖經 從 歷代之下第17章 第1節到第18章第1節 我們要來請 分享的 有拋壞嗎 要跟各位來分享一堂 一個 題目就是想要從約莎法王 升上來學功課 各位如果你細讀歷代之下 歷代之下總共有36章 其中 記載著三個王 他的篇幅大概就佔了這三 那個36章的一半 歷代之下第1章到第9章 記載著 大衛的兒子索門王 所以他總共有9章的內容 再來呢 就是第2個 我們今天讀的這一個王 約莎法王 他總共佔了4章的篇幅 從歷代之下第17章到20章 17 18 19 20 4個篇 4章 再來呢 又從 歷代之下 29章到32章 又記載著另外一個王 也是我們非常熟悉的 CC交 29 30 31 32 4章 所以整個歷代之下 36章 這三個王 上帝啟示歷代之的作者 寫下了歷代之下這個 這一部分的聖經呢 其中這三個王 占了17章 就是整個36章的一半 我相信上帝 讓歷代之下的作者 為什麼寫下這三個特殊的王 我相信有他的用意 那待會我會跟各位來分享 這三個王 都是非常好的好王 但是很不幸 他們好的 只有好前半 後半都不大好 索羅門王 上帝曾經親日向他顯現兩次 也是在索羅門王的手中建立了聖殿 可是你知道他晚年的時候 禮記了上帝 約撒法王也是一個非常好的王 但是我們剛才讀到的聖經在 歷代之下第18章第1節的時候說到 約撒法 竟然跟 北部以色列 最邪惡的一個王 亞哈怎麼樣 傑親 好 西西迦王 也是一個好王 但是當他病得抑制的時候 巴比倫 派 使臣來 見他 結果他就把他所有的寶物怎麼樣 呈現給那些巴比倫的使臣 後來 各位也清楚 南國優大就亡於 巴比倫 這三個王 在歷代之下 都佔了非常重要的篇子 非常多的篇子 事實上南國優大 好王極多 壞王極少 可是很特別的 這三個王 佔的篇幅非常大 但是他們都共同有一個特色 就是老年的時候晚年的時候 國家聖極而酸 所以今天我們來學學 從他們的身上來學學 好 請我們來看第1張頭影片 放到那個約沙法的副牆 我們剛才所讀到的 聖經 歷代之下第17章 記載的都是約沙法的強盛 他的強盛可以從幾個方面來講 第1個 約沙法 他奮勇自強防備以色列 以色列 以色列這個國家自從 佛羅門王過世以後 按著神的心意 這個國家就分為南北兩個國家 北國叫做以色列 有10個自派 南國游到 兩個自派 分裂 是上帝的心意 但是 人呢 常常不滿足 所以 自從 索盟過世以後 南北兩國分裂以後呢 常常就打來打去 不是南國 不是北國以色列打猶大 就南國猶大打以色列 就這樣打 所以在約沙法王做王的時候 南北兩國已經分裂了60幾年 從 盧巴安跟耶羅國安開始一直到 約沙法做王的時候已經60幾年分裂 但是呢 這中間呢 都打來打去 所以 約沙法做王的時候 第一件事情我們從聖經 立代字下第17章第1節第2節 立代字的作者 就記載了第1件事情 約沙法王他做王 神立他 做這個國家的統治者 他的一個本分就是 要好好保護 這個國家 所以 聖經說到他奔勇自強 防備以色列 以色列人在軍事上面 已經是他們主要的敵人 如果各位你不陌生的時候 在扫羅跟大衛王做王的時代裡面 以色列人的仇敵 主要的是非利式 所以我們常常看到 扫羅 跟非利式人打仗 要嘛就是 雅蘭人 沒有兄弟之間在打仗 可是你發現到 這時候 北國以色列是南國 優大主要的敵人 所以 約沙法做王的第1件事情 他盡他自己身為一個王的本分 就好好的把這個國家保護好 所以他奔勇自強 防備以色列人 防備 優大最大的外患 北國以色列 如果各位你詳細讀的時候 你會發現到後面 在剛才我們所讀的那段聖經第17章 的後面 從第 第12節一直到第 19節的時候 那你就記載著 當時約沙法的兵力 約沙法的兵力總共如果照著上面記載的話 116萬 是在他父親時代的兵力的兩倍 他父親時代的兵力58萬 在他的時代116萬 整整是兩倍 這個還不算 這個還不算 在其他重要的城市裡面的防兵 這只是 算那些 在首都耶路撒冷的 軍隊 總共有116萬 就已經是他父親那個時代的兩倍 所以你發現到 那個 約沙法王呢 他真的是奮勇自強 他知道仇敵是 以色列人 所以呢 他就 防備以色列人 這是他 盡他自己的 所以各位你也發現到 約沙法能夠富強的 很重要的一個 對不對 一個 起步呢 就是他盡他自己的 對不對 所以我在這邊也要鼓勵各位在座的弟兄姊妹 今天神不論把你放在哪一個 崗位上面 你是學生的角色 你是在職場上面工作的人 你是父親的角色 或者是你是母親的角色 甚至你是 祖父或祖母的角色 如果你要扮演好那個角色 我們從約沙法王身上可以學 你很基礎很根本的一個 工作就是 要 扮演好 自己的角色就是要盡自己的本分 所以約沙法王他為了防備以色列人 他奔勇自強 後面的聖經就讓我們看到他的 國防力量有116萬的軍人 是他父親時代的兩倍 好 約沙法富強除了 他奔勇自強 他盡他自己的本分之外 第二個 我們也看到 歷代之下第17章的下 三世節說到 在那裡特別提到 神與他同在 葉華與耶撒法同在 我想這個詞 我們都不陌生 因為我們看到 聖經上面 特別是舊約當中 那些 神所重用的 神所使用的 他的兒女 都有這樣的一個特色 約瑟被賣到埃及 當副衛長波提伐家裡的 奴仆的時候 你的那個外邦人 副衛長波提伐都發現到 他為什麼會變得 這麼富有 這麼好 是因為 他選了約瑟做他的管家 他從約瑟的身上看到 神與約瑟同在 這個非常令人驚訝 各位我不知道你有沒有想過 你知道波提伐是外邦人 是不認識神的 而且是在埃及 一個多神崇拜的國家 竟然他可以發現到 很不錯 約瑟這個人竟然是有神 與他同在 他也知道 他能夠這麼 興盛的原因是因為 那一位約瑟的上帝 與他同在 所以他才興盛 摩西的生命 也有這樣的一個特色 帶領以色列人進入加南地的 約瑟雅 也有這樣的特色 所以在約瑟雅記第1章的時候 我們發現到 上帝親自對約瑟雅這樣說 過去的時候我怎樣與摩西同在 你放心 現在我也照樣與你同在 所以你發現到 這些被上帝所重用的仆人 神的兒女 他們的生命都有一個特色 就是神與他同在 那我們來看一看 聖經怎麼樣說到約瑟法 神與約瑟法同在 他 做了兩件 他在第17章第3節跟第4節 在積極方面呢 約瑟法他行 他的主大衛 所行的道 出行的道 大衛 剛剛開始的時候 在那個 除了與那個 八十八犯監營之前的時候 你發現到他是 非常敬畏上帝 凡事求人生 約瑟法是大衛的第5代孫子 第5代孫 那他 約瑟法他行大衛出行的道 不只如此 他也效仿他的父親 雅薩王 雅薩王也是個好王 他行雅薩所行的道 遵行神的戒命 這是積極面 那蕭極面呢 聖經上面說到他 不拜巴黎 他不像北國以色列人一樣 拜巴黎 而且 他也不效法以色列 所以各位 你在這裡發現到 以色列人在這裡不只是 南國有打在 軍事上面的敵人 第3節跟第4節讓我們看到 北國以色列 也是 南國有打屬民上面的敵人 所以聖經的作者特別寫下來 約瑟法他不效法以色列人 他不拜巴黎 約瑟法同時代的 國王 剛才我們念的歷代之下第18章第1節說到是 北國以色列的王是雅哈 那如果你看列王紀上面對雅哈的 評語是 雅哈 雅哈行惡 比他之前的王更甚 所以我簡單的來講 雅哈在神的眼中是怎麼樣的一個王呢 他是 壞王當中的壞王 惡人當中的惡人 他不是像保羅所說我是罪人中的罪魁 那個是保羅的謙卑 但是 雅哈真的是壞人中的壞人 那是他的死亡 但是 約瑟法他做王的時候 他不效法以色列人 他不拜巴黎 雖然 跟 猶大最接近的國家是北多以色列人 但是他不受他的王 他個人做了一個非常好的榜樣 他除了敬他的本分之外 他自己跟神的關係是非常真實 雖然 北國以色列跟他是非常冷靜 難免會受到影響 但是他立定心智 他就是要遵行神的建議 不只如此 神與他同在 我們看到他的父牆的第3點 請下一章 請下一章 神堅定他的國 17章第5節到第6節的時候 那一段聖經裡面 聖經的作者說到 葉華堅定他的國 葉華堅定他的國 從哪邊可以看得出來呢 他說 說猶大人給約撒法禁貢送禮物 而且 約撒法他大有尊榮之才 非常的富強 大概是 比他之前的 他的父親他的祖父 都還要富強 神堅定他的國 跟我們在工作 我們在職場上面工作 或擔任學生的時候 我們都希望 我們 可以 表現得很好 我們拘手不拘穩 這事實上也是上帝 給我們的應許 在生命季當中 但是前提是要 尊神守候 因為撒法他做國的時候 他做國王的時候 他不是靠 鼓勵 來治理這個國家 生命季第17章第14節到第19節 摩西的律法裡面 神借著摩西 告訴以色列的百姓 如果將來他們進了 迦南地的時候 這個牛奶與蜜之地的時候 要選立國王的時候 有四部一躍 有四部一躍 然後四部呢 第一個 不可以立外邦人做國王 只能是 猶太人做國王 第二個 不可以增添馬匹 特別 不可以因為要增添馬匹 跑回去埃及 可能在埃及當時的時候 他的馬匹是最好的 所以上帝 特別提醒他們 國王做國王的 不可以增添馬匹 你做國王的時候 你的王位不是靠 軍事 靠國防力量來佔 第三個不 不可以多立非兵 以免 這個國王的心 偏於血 這是當時的外交手段 如果你想要讓你的國家 可以長治久安 人的想法就是 多跟周圍的國家 聯姻 但是上帝很清楚的跟以色列人講 不可以 第四個 不可以多積精靈 所以 上帝很清楚的跟以色列人講說 一個國王 你不是靠 軍事力量 不是靠馬匹 不是靠聯姻 靠那個多取卑兵 也不是靠精靈 不是靠錢財 來立王 更不可以立外邦人 靠馬医王 世部 遺藥 那個遺藥是什麼 很清楚的 說一個國王要做一件事情 你要自己 在祭司的面前 操錄耶和華的律法書 每年還要誦讀一次 好像 考教你能夠敬畏 耶和華 你的手 所以從 摩西的律法你發現到 上帝很清楚的提醒 以色列人 國衛是靠什麼經過 國衛是靠神跟神的話 不是靠國防力量 不是靠軍事的力量 不是靠經濟 也不是靠 聯姻 是靠神跟祂的話 所以詩篇20篇第7節詩人要說 有人靠車 有人靠馬 但我們這群屬神的人要什麼樣 我們要提到耶和華 我們神的力 詩篇118篇第8節到第9節說到 投靠耶和華強勢依賴人 投靠耶和華強勢依賴王 詩篇33篇12節說到 以耶和華為神的 難國勢有死 所以各位親愛的弟兄姐妹 你有沒有發現到 因為沙法他做了一個正確的選擇 他讓神堅定他的國 對他有比他父親 多過一輩的軍事力量 但是那個軍事力量不是他的依靠 那是用來防備以色列人 他真正的依靠是什麼 靠神堅定他的 各位如果有神做你的後盾 事實上還有哪一種能力可以勝過他 那在我們裡面的怎麼樣 比在那世界上的更大 這是上帝親自說 所以各位親愛的弟兄姐妹 你在職場上面工作的時候 說上帝是不是你的後盾 還是你常常依靠那些看得見的私利 神的話是我們很好的提醒 上帝是你最強的後盾 如果上帝成為你最強的後盾 事實上沒有任何一種力量可以勝過他 約撒法他不但讓神堅定他的國 我們前面提到他敬他自己的本分 他 神與他同在 對 怎麼樣 神與他同在 對神與他同在 而且神堅定他的國 對嗎 他遵行神的戒命 這些都是講到他個人跟神的關係 還有他敬自己的本 對嗎 所以你接下來發現到第7節到第9節的時候就講到 約撒法他敬他自己的本分他有好的本樣 但是他 還想到了這個國家還有一群小的百姓 怎麼辦呢 怎麼樣讓他們可以 也跟我一樣是跟神建立好的關係 約撒法不是想到他自己好而已 約撒法不錯他真的是好王他 自己身為一個國王他立下好的榜樣 但是他也想到那些國中還沒有認識 國中那些百姓的需要 所以在他做王第3年的時候 當我讀到這段聖經在歷代之下 17章7到9節的時候 我就讀了非常感動 你會發現到約撒法王所做的事 跟世上 這些不認識神的領袖所做的事 非常大的不同 歷代之下第17章 第7節到第9節 記照約撒法王做國王第3年的時候 這是他做王 他總共執政25年 做王第3年的時候 他做了一件事情 他在全國各個大城 各個城市裡面辦獨金大會 他派了他5個城市 聖經上面說到他5個城市 5個大城 還有11位 包括兩個祭司跟9個立位 巡迴 犹大 各個城市 他們只帶一樣東西 聖經上面說到他們只帶一樣東西 什麼東西 耶和華的什麼 律法書 耶和華的律法書 他不是帶著孫子兵法 去教百姓 怎麼樣學習戰士 他也不是帶著台詞的國父論 去告訴 當時的百姓 怎麼樣可以讓 我家更有錢 要聽民事結盤 你要買哪一支股票 可以更有錢 不是啊 各位弟兄姊妹 這5個大城 跟11個 立位人 跟祭司 這些熟悉神律法的人 他們帶的是神的律法書 走遍全國 教導百姓學習神的律法 各位 一個國家真正富強 我們從這裡可以看到神的心意是什麼 一個國家能夠真正富強不是 古事的興盛 不是我們國家有沒有 盒子大 也不是國土的大小 一個國家真正富強是否 端在於這個國家 是不是敬文神律法 你有沒有發現到約沙法他抓到秘訣 他不但自己跟神有好的關係 他還去教導百姓 剛好我在讀這段聖經的時候我發現到為什麼大臣只有5個 立位人加祭司11個 兩倍 如果說 我們這樣想 如果人數的多寡可以代表你看中某一件事情 的話 我發現到 約沙法他看中他知道他看中什麼事 對嗎 所以他派那個懂律法 懂神律法的人 立位人9個人加上兩個祭司總共11個人 比大臣的人數多一倍還有一倍 這16個人 巡迴各個城市 他們帶著神的律法書 去教導百姓 他不是帶著兵法書 不是帶著經濟學 是帶著神的律法書去教導 神的百姓 各位親愛的弟兄姊妹 你希望 在你的職場上面居高不居下 居高不居下 坐手不坐穩 你是不是常常把神的話活在你的生命當中 甚至 你常常跟人分享神的話 我們從約撒法王身上你就可以發現到 約撒法王 他 教導百姓遵行神的律法 把神的律法 把神的律法 落實在百姓的生活 第五個 當約撒法這樣做 你發現到他個人跟神有好的關係 他盡他自己的本分 他教導百姓神的律法 我們好像看到他 沒做什麼 了不起 驚天動地的事 可是你也看一看後面 第1代日上17章10到11節竟然 記載著 以色列人的仇敵 竟然來上約撒法王進攻 非利斯人長期以來都是 以色列人主要的外貫 但是我們竟然讀到聖經上面說到 非利斯人在約撒法的時代裡面 竟然 跟約撒法 納共 送禮物 在猶大東邊的阿拉伯 撒末 的這些阿拉伯人 竟然 也來送禮物 而且聖經還特別記載 那個禮物的數目 公綿羊七千七百隻 公山羊七千七百隻 這是一筆很大的數目 可是 各位親愛的弟兄姊妹 約撒法可以得到這些公務是因為他發動戰爭 叫這些人 臣服於他嗎 像他的 祖先大衛一樣嗎 對外發動戰爭 不是 聖經說到不是 聖經說到 神使 猶大 周圍的國家 對 他 產生懼怕 結果難過 不戰而能夠屈人之兵 這是兵法最上乘的兵法 今天我們看到 約撒法王他真的可以做到 他可以做到 他可以做到不是因為他靠他自己的能力 聖經說到 他沒有敵人 上帝 上帝就是你無敵 沒有敵人 約撒法沒有敵人 約撒法沒有敵人 聖經上面是這樣說的 沒有敵人沒有人敢跟他做作對 那不是因為約撒法不是因為約撒法有多大的忍耐 那是因為上帝 上帝是哈瑞 好 我們講到 貝撒法思想的地方 如果我們有信 身在這樣的一個國王統治之下 我想 我們都會覺得 人生不忘 走此一回 可是 聖經 往往也是提供我們見解 所以 賢君如 唐太宗他也說到 以史為敬 以歷史為敬 就可以知心聽 保羅在格林多前書第10章也說到 記載這些事情是要我們成為我們的見證 我們介紹完 整個 歷代治下第17章 講到約撒法王的好 可是 很不幸的 在他的聲明當中 他做錯了一個 決定 而這個決定呢 幾乎 後來差一點讓 整個大衛的 王室 大衛的王朝 大衛的後裔 幾乎斷絕了 神的話 幾乎 就沒有成就 我們來看看 他做了一個決定 下一個 約撒法的驕傲 18章第1節 這段聖經我們 很短 18章第1節 說到約撒法 大有 大有之財 的時候呢 就做了一件事情 跟雅哈結集 大有之財 這段 我知道你 還熟不熟悉啊 在17章第幾節神經講過 17章第幾節講到 約撒法大有之財 大有尊榮之財 第5節 對不對 約撒法 給他進貢的時候 約撒法大有尊榮之財 約撒法大有尊榮之財 18章第1節的時候 再次強調 約撒法大有尊榮之財 比起同時代的北國雅哈王來講 約撒法 大大的蒙神的祝福 你知道雅哈的時代曾經有13年半的時間 沒有下過 這個我們都很熟悉 因為那是先知以利亞 先知以利亞就跟雅哈王講 如果我不禱告呢 這地就不會下 總共三年半的時間 三年半的 北國以色列三年半的時間不下 南國猶大 約撒法大有尊榮之財 你就發現到這兩個國家怎麼樣 非常強烈的對比 對吧 當然這個強烈的對比背後的原因當然就是 一個非常非常根本的原因 一個是敬畏神的國家 一個是敵對神的國家 事實上如果我是聖經的作者的話 我第18章第1節是可以這樣子寫的 約撒法與雅哈解釋 可是 我就發現到聖經的作者為什麼 在這個 中間加了一個情況 加了一個是 約撒法什麼時候跟雅哈 傑親 大有尊榮之財 這個就很有趣 我剛才提到 歷代之下有三個國王 南國三個國王 歷代之下記載的三個國王 他的篇幅已經站在歷代之下裡半 第一個是索農王 第二個是約撒法 第三個是西西家 他們共同生命當中有一個特色 都是他們晚年的時候的 變得非常滿歡 一記神對不對 好 如果你稍微讀一下 列王記 你會發現到 所羅門王什麼時候開始敗壞 聖經的作者是這樣記載 他們記載了所羅門王的強盛 他的財富有多少 他的錢有多少 好 講完這些之後 馬上就講到 所羅門王娶了許多外邦的女子為妻 這些外邦的女子呢 在晚年的時候就誘惑他的心去拜別人 所以你有沒有發現到 講完很有錢對不對 馬上 就面對了一件事情 好 約撒法呢 希西家是什麼時候呢 犯了 他人生 做了這個重大的決定的錯誤 18章第1節也是講的 你所怎麼樣 大有尊榮之財 那希西家 什麼時候也做錯了決定呢 竟然讓那個巴比倫的死者去 看他的財富 也是他很有錢的時候啊 病逃了 很有錢 上帝行了嫌棘他很有錢的時候啊 各位我要在這裡說 你很有錢 我們很有錢啊 這不是 這不是罪惡嗎 各位聖經從來沒有說過金錢是罪惡 聖經只說過貪才是忘恩之格 聖經只說過貪然是 與敗偶像的一樣 從來沒有說過金錢是罪惡 但是我要說一句話 金錢富有的時候真的是很考驗 聖經書第30章 我們都很熟悉 利姆伊勒的 母親 這個 雅古爾 就是寫了一段話 第30章的時候 這段聖經我們都很熟啊 他說 這個30章 聖經書30章的作者說 他求神一生不要讓他遇見兩件事情 求這兩件事情可以遠離他 第一個呢就是使虛假跟謊言怎麼樣 遠離他 第二個 不要讓他 也讓他不貧窮也不富足 富足的時候怎麼樣 怕他就不認 上帝 貧窮呢 怕他去偷竊 就褻瀆了 上帝的 所以你有發現到富足對我們是一個很大的考驗 富足會讓我們不認一而華 所以 歷代字下第18章第1節 對耶撒法王來講是一個很大的考驗 大有尊榮之才 把一方面反映出神 在他身上的工作 神祝福他 但是大有尊榮之才之後 我們 怎麼樣回應 是一個很大的考驗 所以第18章第1節 受到 耶撒法王大有尊榮之才的時候 他就做了一件事情 他與雅哈幾經 耶撒法他的焦點 他生命的焦點 就從 祝福他的上帝 轉移到 周圍 國家的環境 耶撒法就 周圍的國家一樣 他跟他的敵人 我們前面17章提到 以色列人 不但是他軍事上面的敵人 以色列人還是他們屬於上面的仇敵 以色列拜 拜雅哈 拜那個 巴黎跟亞瑟拉 特別是雅哈娶了希頓的國王的女兒 耶喜別的時候 整個 北國以色列就陷入了崇拜偶像的一個 非常嚴重的情況 好 所以我們來看看真言書第20章 24章1到2節 怎麼樣 談論到惡人的 我們請弟兄姊妹一起來念 請 請 惡人怎麼樣 他們的心怎麼樣 屠謀強暴 還有沒有 他們的口談論的是什麼 情惡 所以 神 不要我們 詩篇第1篇也提到 不從惡人的敬 這裏也說到 不要嫉妒惡人不要起與他們相處 你看不要跟他們相處 上帝說到不要跟惡人相處 可是雅哈做了一件事情 在他 富強的時候 大有尊榮之財的時候 他竟然跟他 席日的仇敌 他為他的兒子 就是後面的約朗王 娶了 雅哈跟耶錫別的女兒 雅哈利亞 做他的妻子 你們會想說 這件事情有那麼重要嗎 我們來看看 有什麼重要性 請你換下一招 這一個舉動的後果 從外交的角度 或是從人的觀點來看 這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就 各位 如果當時有 諾貝有和平獎 我可以告訴你 約沙法王跟雅哈王 絕對可以得到 諾貝有和平獎 我說過在約沙法王之前的時候 南北兩國是常常打過去 雖然是上帝的心意分裂兩個國家 但是這兩個國家 大家都不願意 就此罷休 所以打來打去 但是 約沙法做了一個了不起的成就 他跟雅哈結清 所以在他統治的25年 南北兩國沒有打仗過 他的兒子約南作王 八年 也沒有打仗 他的孫子 雅哈謝作王 一年 也沒有打仗 所以25加8加1 多少 34年 34年兩個國家沒有打仗 哇就外交上面這了不起啊 各位 你看一看現在的以色列跟周圍的 巴勒斯坦的國家 哪一天不打仗 前陣子又發射飛彈 差點打到 以色列的一個核電台 就變成車諾比爾第二 所以就人的角度來看 這是不是一個了不起的外交成就 非常了不起 政治聯繫 南北兩國戰 十修兵 換來了和平 這是從人的角度來看 各位 可是我們認識神的人 我們做事情不是只是看 人的角度 神怎麼看這件事情 我們來看看神怎麼看屬靈的觀點 信仰的觀點 屬靈的觀點 時局做了什麼不好的示範 首先 約撒法是跟惡人 結親 這件事情 這件婚姻呢 讓 約撒法後來做了許多 不得不的決定 他明明知道那是不好的決定 但是因為結親 他不好意思 說一弄 第一件事情 就是 北國雅哈要去攻打雅蘭 從雅蘭的手上拿回 約撒河中邊的 土地 約撒法 那個雅哈就跟 這個親家公 跟這個親家講說 我要去攻打雅蘭 你要不要來幫我 哇 約撒法 講得非常阿薩 我的名跟你的名一樣 我的馬跟你的馬一樣 我們一起去打 聖經上面 如果你讀聖經上面 約撒法的 當國王任內 他不但是跟北國沒有什麼戰爭 事實上他也很少發動戰爭 因為周圍的國家都成為他 但是他打了幾次的戰 都沒有太好的結局 第一次就是他跟雅哈去打 結果差一點命上戰場 雅哈比較聰明 他把國王的衣服放下來 然後 約撒法呢 穿著草服 就是國王的衣服上戰場 結果那個雅蘭賓以為他是 被國以色列王差點把他殺死 還有他呼叫了耶和華 上帝救他 可是此舉他回到 耶路撒冷去的時候 先知就責備他說 你怎麼可以幫助惡人 你怎麼可以 幫助耶和華 所克服的惡人 當然 約撒法很受教 他沒有把先知給殺了 但是他確實改變 雅哈死了 他的兒子雅哈謝繼位 在那個時代的時候 你就發現到北國跟黨國的國王的名字都很近 約撒法的兒子 約郎王 孫子雅哈謝 然後 北國以色列的國王雅哈死的時候 他的兩個兒子雅哈謝在約郎 這名字 很容易搞混但是你就記得就這樣 約撒法 雅哈死了 約撒法又跟他的兒子 雅哈謝交好 交好到一個地步 他們在 南國猶大在鴻海邊的唯一港口 叫羽形加別 索門王作王的時代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貿易港口 他準備坐船去西班牙 拿黃金回來 結果呢 雅哈謝說要不要送我們一份 結果他又跟他說好 結果先知就去指責他 因為你與惡人交好 所以你所做的事情 並不順 所以後來 也去不成 雅哈謝死了 雅哈的兒子雅哈謝死了 雅哈的另外一個兒子 約南登場 因為雅哈死了 因為雅哈死了 摩鴻叛變 所以雅南就說 跟這個親家公說 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深討約鴻 那個摩鴻 因為他 不納動 沒想到這個 約撒法沒有從之前的事情的教訓 他同樣的跟約南王說 沒有關係 你的名跟我的名一樣 你的馬跟我的馬一樣 我們一起再去打 結果走了七天 他們跟以東王一起去打 結果在摩鴻叛的地方 走了七天沒有水 還好有人提議 要去見先知以麗撒 以麗撒才告訴他們 解救之道 讓他們有水可以過 可是這場戰役 他們也沒討到什麼名 所以你發現到 從屬林的角度來看 約撒法做了這件事情的時候 他在做這件事情 他跟雅哈 結親的時候 當他的人生當中 他做了許多不得不做的決定 因為是親家 他根本沒有必要去發動戰爭 結果他去發動戰爭 結果發動戰爭 都沒有討到好處 再來 我們看看 他的兒子 約南王 他的孫子 雅哈謝王 行神眼中看門二的事 約撒法死後 他接下來的兩個 王 兒子 約南 孫子 雅哈謝 誰幫他主政呢 聖經上面說到雅哈家的人 幫他主政 約南王的 妻子就是 雅哈跟耶席別的女兒 雅哈利亞 就幫他主政 你知道約南王做了 所有南國猶大的王 在他之前的王沒有做過的一件事情 他把他的所有生命都殺掉 他父親 約撒法在生前的時候就安排好 約南做王 其他的孩子在駐守 猶大南國各大重要城市 賞賜給他們經營 結果約南一做王 就把所有的兄弟都幹掉 這是 之前南國猶大從來沒有發生的事 很有可能是他的妻子雅哈利亞 建議他方做 再來呢 他 約南死掉了他的孫子雅哈蟹 就是約撒法的孫子 做王 那結果 母后雅哈利亞就代替他 出主意了 主政了嘛 因為母后 就是皇太 已經是皇太后了 雅哈蟹做王的時候 雅哈利亞就是 母后了 那就幫他出主意 結果聖經上面描述到他都是行 北國雅哈的道 然後呢 最嚴重的一件事情就是第三點 雅哈利亞約撒法的媳婦 後來以太后之尊 奪取了王位 當雅哈蟹死了之後 他不利雅哈蟹的孩子 他把雅哈蟹這個猶大王室所有可以 繼承王位的人全部殺掉 奪取王位 成為南國猶大唯一的女王 就如同唐朝的那個武哲帝一樣 他殺掉所有猶大王室的成員 幾乎 所以 如果真的是 讓雅哈利亞撒金的所有猶大王室的成員的話 上帝對大衛的意义 說 你的後裔必接信作王 那就不成立 感謝主當時有一個非常勇敢的大祭司 耶和耶道 他娶了 雅哈蟹的妹 他把當時的 約他死亡 那時候才兩歲 藏在 聖殿 藏了六年 六年以後 才起來推翻 雅哈利 同事 好 所以 各位你可以想一想 如果約撒寶王 他如果知道他當時 因為跟雅哈所做的這樣的一個決定 結晉了這個決定 造成他後面這個結果 你想他還敢 跟雅哈結晉 我想絕對 約撒寶王的生平 在他面對許多重大挑戰的時候 包括 海外有那些仇敵要來攻打他的時候 他都會禁食禱告 以至於我們知道後來有一場非常有名的戰役在 底拉加 約撒寶做了一件事情 把敬拜造美團放在軍隊的面前 暢失造美團 上帝就擊殺了那些人 可是我就發現到一件事情 他在結清這件事情上面 聖經沒有說到他 他會擁抱 聖經只說他 大有尊榮之才就於雅哈之情 可見這件事情是什麼 他自己做決定 他沒有為神 所以當一個人大有尊榮之才的時候 我們很容易面對 一個 事態 就是我們會 將我們的眼目 從神的身上 轉到 房子上 所以今天 結論的時候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來念兩處的聖經 我想跟弟兄姊妹分享 有心 你要保守你的心 聖火保守見面 因為一生的果效 是由心發主 驕傲在敗拜 借 狂心在跌倒之前 聖經告訴我們 一生的果效是由哪裡發出 各位親愛的弟兄姊妹 我們是不是天天保守我們的心 常常住在 耶穌基督裡面 常常住在神 約撒法他能夠強盛 原因無他 就是他跟什麼 約撒法之所以衰敗 他願意無他 他遠離神 就跟索門王跟釋釋迦王一樣 好 正經書16章18節說到 驕傲在敗拜一切 約撒法 他 大有尊榮之才的時候 他就離棄了上帝 他選擇靠他自己 我想這個對我們是一個 很好的提示 各位親愛的弟兄姊妹 當你凡事順利的時候 你是不是還是行走在神的福音當中 還是我們會選擇 我自己來上帝靠命在你 我覺得這對我們是一個很好的提示 所以底下有兩個問題 我請各位 你可以思想 你今天可以來思想一下 約撒法富強的根本原因是因為 你會遵循神的道 這對你的生命有什麼提示 你會藉著外面的手段 來使你自己變成成功 還是你單單依靠上帝 上帝做你的 幫助 第二個 你生命當中是不是存在著什麼 雅哈 就好像約撒法王跟雅哈姐姐姐 是你跟他有密切的關係呢 那你是不是願意 砍 你靠神砍到你跟他一切不正確的東西 你生命當中是不是有什麼破口 就如同 約撒法王 你發現到他的生命當中 只要跟雅哈有關的事情 好奇怪他都會做錯選擇 很奇怪他都會做錯選擇 你生命當中是不是有一些弱點 讓你常常做錯的選擇 我們有一分鐘時間 我們在上帝人面前 默想 一分鐘以後 我做一個老道的解釋 手會 2 2 2 3 3 4 4 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结束 天母谢谢你 谢谢你 将你宝贵的话语赏识给我 知道你在经上说到 你的话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 愿神你今天 借着耶稣法王的生平 提醒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 让我们知道 我们能够兴盛根本的原因 是因为专行神自己的好 不论在任何的几况当中 你也提醒我们 让我们不要与恶人的路 因为知道神力不喜悠我们这样的事情 所以求你施恩怜悯祝福在座的 包括孩子自己 我们每一位神与自己的恩怨 让我们手中所做的 尽都顺利 而且我们手中所做的 可以被尽力 谢谢你 所以令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感谢 使奉靠我 就这一次基督的圣灵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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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